那和大家分享我在這張修課過程中印象深刻的一些課程吧 首先來和大家介紹一下土木工程概論 這堂課是土木系開設在大一上學期的一堂課 那會讓新生對土木有一些初步的認識 那在這個過程中你也可以更了解土木到底是什麼 或是你會有一些體驗的機會 那像我們首先會有一個橋樑設計 一個報告 那就是從完全是從沒有到設計到出有 你可能也不知道你要把這個橋設計在哪裡 那你的這個橋要怎麼蓋 用什麼樣的材料 或是這個橋要設計成什麼樣的形狀 甚至你要怎麼把這個橋用我們的Sketch Up 或者是很多的繪圖軟體啊 怎麼去運用這些軟體或是技能 把這個報告或是這個設計的資料去做出來 那就是這個橋樑設計的課程上會給教大家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經驗 就是像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是淡水的橋的一個規劃 我們其實根本不知道要怎麼畫那座橋 我們也不懂鋼筋或是我們也不懂這些混凝土 就是憑著這些設計去想 那老師們給我們的建議是說 其實這個設計就是為了要讓你們能夠發揮你們的想法 去設計出來去看看到底你們對土木 或是去對這些石座有什麼樣的體會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另外剛剛有提到 土木系有非常多畢業的系友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有很多在業界工作的學長姐們是可以去訪問的 那在土木工程概論裡面我們會分組 那老師們會安排一些系友讓我們能夠去進行參訪或是去訪談 那我們就可以從系友那邊了解到現今土木業界的一些情況啊 或是現在到底怎麼樣 那學長那個時候怎麼念的土木系 那他的一些生活經驗 其實可以從這些訪談過程中去了解很多 也會對自己未來有一些更多的想法 像這是我大一的時候參與系友訪談去訪問一位 曾經是念運輸工程出入的一位學長 那其實是一個很酷的體驗 在這個課程中 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大家一起完成報告的團隊合作的過程吧 大家都說做報告很容易會有很雷的人 但是我認為能夠一起團隊合作 大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在一起學習啊等等的 另外我覺得就是要容易嘗試 像我們那時候在做橋梁設計的時候 其實從無到有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那我覺得在嘗試和不斷的合作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漸漸的去了解 並且有很多的收穫 那對自己啊或是對土木這一塊其實都會有一些成長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課程啊 也如果你有很幸運進到土木系的話 那這就會是你的大一必修 另外和大家要來介紹一下實驗課程吧 中央土木系會在不同的學期 比如說大一大一上或是大二 會開設一些不同的學習 就是不同的實驗課程 會有不同的主題 會讓同學從實作中去了解 課程上到底學的東西 到底是怎麼應用在現實中 那我來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哪些實驗課程吧 首先就是測量實習 螢光背心 就是土木新鮮人一定要經歷的 有點尷尬的一個時期啊 在中央 在大一的時候 大一上學期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穿著螢光背心的土木系同學 扛著儀器走在穿梭在校園裡面 測量這裡 測量那裡 這其實是一個有點有趣的體會 我們就要去量這個地方多長 這棟大樓或是這個 這一區域到底是多高 或是這裡的高層變化等等的 我們就會經過一些測量 跟實際上一切的操作 去瞭解我們在測量中 就是空間資訊裡面 會學到的很多一些資訊 其實是個很酷的體驗 尤其是穿那個螢光背心 然後大一的時候大家就會說 誒 你看是土木系的 你看穿螢光背心的人 其實還蠻好玩的 另外就是之後會有一堂 材料實驗課 那就是去實驗很多水泥啊 混凝土跟鋼筋 那在材料實驗很好玩的就是 我們要去做很多混凝土的試體 那這些試體我們就會拿去打碎 然後看它能夠承受到 多強的力度才會碎啊 或是怎麼樣才會比較穩固 然後我們也會把鋼筋 拿去用很大的力氣 把它這樣拉拉斷 然後看那個鋼筋是怎麼斷的 去看去分析這個鋼筋的一些受力的情況啊 等等 然後我們也會親自去量那個土啊 跟石頭 然後去拌混凝土 然後去灌一個很大的試體 其實都是一些很酷的 就是很酷的體驗 會更了解土木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很好玩 然後另外就是流利實驗 流利實驗才不是在玩水了 我們還有算很多都是有跟水有關的實驗 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空氣啊 或者是氣壓的一些實驗 為什麼會說不是在玩水呢 因為我們很多的實驗都會有跟水有關 就會有很多我們要去了解這個流況 或者是如果水流的這麼快 會不會有多大的力 那這個如果我放一個橋墩在這裡 會不會很容易就壞掉了 那這邊就是流利會讓我們去實際的了解到水流的影響啊 會有一些效果 其實很好玩 那時候夏天大概會在五六月的時候收到流利實驗 那時候就很熱 然後就可以在上實驗課的時候就會用很多水 然後就會覺得很涼快 覺得很好玩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大三之後才會收到的土力實驗 就是很多的土 這邊是和大地工程可能比較相關吧 就會去探求很多土壤的性質 或者是這個土的一些狀況 那土力實驗其實可以說是有點辛苦的 像這個實驗叫做夯實實驗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去擺一個土 看它可以壓得多緊密 密度可以調多高 然後再去看它的一些性質等等的 像這個實驗我們做到半夜12點 還要守在戲管等它的數據 然後一邊餵蚊子啊很辛苦 還要算很多數據去分析它 不過也是一個很酷的經驗 然後大家一起操作儀器啊 和同學在戲管看著儀器在發呆 然後分析其實都是很有趣的體會 那現在這樣的實驗也都是還有運用在業界中的 那其實也是很酷的一些食物上的體驗 是很好玩的經驗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的就是結構實驗啦 這個也是大三會休息到的實驗課程 那這就是我們有機會去到大力管上課的機會了 那結構實驗在做什麼呢? 想必是和結構有關的實驗吧 沒錯 我們就會把一個很大的梁 就這樣把它放在那個平台上 讓機器去壓 究竟那個梁怎麼裂開的呢? 這個東西到底會怎麼壞掉? 這個結構穩不穩固 那就是結構實驗中會了解到 像這根鋼筋這個梁 通常我們房子裡都會有這種梁啊 那我們怎麼知道 如果地震來或是受力來了 那這個梁會怎麼斷? 那我們的裂痕會從哪裡開始? 那我們要去怎麼分析? 那就會從結構實驗中學習到很多實體的東西 我覺得在上了很多實驗課程之後 我覺得能夠和課本中有一些對照 如果你一邊只有看課本裡面的內容 其實你會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你說鋼筋在斷掉的時候 會稍微縮緊一點點 那是什麼? 可是經過實驗之後你就會明白 原來鋼筋在被拉斷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形啊等等的 其實很有趣的 也會讓自己真的更去了解課本上所學到的 所以我覺得 同性上這些實驗課程的安排是很好玩的 然後另外做實驗 雖然有點辛苦 要搬很多石頭啊 混凝土等等的 但是我覺得是一些很棒的體驗 就更了解土木工程啊 我覺得實驗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工學院 那我學到了很多 我也覺得這個課程也有趣分享給大家 這個課程也有趣分享給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